继续来关注第二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昨天一系列有关金融电商RCEP的投资峰会和论坛相继举行 其中由商务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首次举行的制度型开放 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主题编会 在扩大制度型开放方面提出了更多合作建议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 我国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在深化与东盟贸易投资合作方面 将继续增加东盟农产品进口 扩大双方中间品贸易规模 发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作用 拓展新兴领域合作 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潜力 中方愿同东盟方一道 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 力争早日达成 共同实施好RCEP 尽快启动新成员加入程序 合力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和开放的区域主义 与东盟有着天然地缘优势的广西 近年来也在积极尝试推进制度型开放 比如加快建设中越智慧口岸 建立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合作机制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市法庭等 据统计 截至2022年 东盟已连续23年保持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 2023年上半年 广西对东盟进出口额为1613.8亿元 我们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 高质量实施RCEP 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加强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园区等 开放型园区建设 构建口岸开放新格局 高质量实施RCEP